嘿喲了世紀 今天很高興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的是亞美尼亞人對上半戰體能 這場比賽也是軍隊法2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特色 就是他的強化教堂 第一個強化教堂 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聖物 所以這地圖上總共是5個聖物 但是在有亞美尼亞的文明局 是會到6個聖物 所以在打天梯的時候遇到六生物絕對不是BUG 這個就是他的天生特殊能力的效果 那亞美妮亞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他的複合弓箭手 用有這個破甲的效果 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但是不能對攻城青人進行無視裝甲的一個能力 所以打單位來說呢 打戰毛筆或是打牛俠 傷害會更優秀一點 還有打這個歌的衛隊傷害會更明顯一些 那亞美妮亞人的後期主要是打步兵 步兵單位到了後期點下金冠技術可以高達100滴血 戰鬥技術可以高達125滴血 所以整體來說 亞美妮亞人還是比較偏步兵走向的文明 弓箭手的話沒有拇指環 所以他的寶兵單位這個複合弓箭手 用起來也算是普普通通 不會太強也不會太弱的一個弓箭單位 好 那海戰的部分呢 亞美妮亞人的銀罐技術是比較厲害的 他可以增加這個投石車戰艦 還有這個爆破船的爆炸範圍 增加33%的效果 所以讓他後期喔 這個戰艦的部分喔 在海戰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加成 畢竟爆破船應該大家也知道 這個傷害非常巨大 如果擴散傷害喔 這個範圍變得更廣 那就意味著喔 在海域中喔 打對方的火戰團 是100%穩贏的一個狀態喔 因為你只要一直出的話 基本上對方出火戰團已經被縫裏嘛 那他就只能打這個奴炮戰艦了 那奴炮戰艦的本身來說 亞美妮亞人也不會太弱 畢竟他的奴炮戰艦也可以一次射兩發 雖然第二發的傷害是一滴血喔 但是不如小補 這個兩發奴炮戰艦打他久了 這個傷害是挺有優勢的 好那介紹來介紹一下敗戰艦人 敗戰艦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火戰船 攻擊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點一下銀貫技術希臘之火 還可以獲得一點的攻擊射程 所以敗戰艦人的火戰船 算是海戰來說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敗戰艦人他的帝王時代的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升級資源非常少 也可以打一個單TC速帝王策略 那他可以更優先升到帝王時代 打出這個科技差距喔 也是敗戰艦人的海戰 常見的一個策略 好那目前來看到兩邊 準備要來升到封箭時代 目前看到右這邊是打了一個23P 23村喔 然後點下了封箭 這邊可能還是要打直層 但先補了一個支部喔 他沒有很偷喔 可能是害怕這邊肉馬會暈上來 因為這個開局喔 好像是有給一個運輸船 所以開局對方運肉馬上來 可能會直接秒殺 還是補一個支部技術比較安全 那哈拉這邊呢 則是更早 點封箭時代喔 之前就補下了 那他這邊是之後才補的 順序不太一樣 OK 那右這邊呢 火戰船在這個時間點 就會有優勢喔 攻擊速度特別快 然後去燒對方 那這邊是直接在隔壁補下了火戰船喔 哇 直接補在你旁邊 這個有點誇張 不知道哪時候運過來的 運了一隻村民到這裡蓋碼頭 那哈拉這邊看到應該傻眼 哇 又怎麼那麼快戰船就來了 封箭時代還不到一分多鐘 你就已經火戰船到我家碼頭了 其實就在隔壁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哈拉這邊的視野 那哈拉這邊呢也是喔 打一個非常穩健的打法 就先看到對方過來 誒 有看到嗎 這個看起來好像有看到喔 在他的視角裡面是有看到這個碼頭的 好 自己被燒了幾艘 碼頭部分直接放棄 把漁船拉到最旁邊喔 那待會正面部分喔 可以再補一個碼頭 進行防守 或是 讓這個漁船有地方可以放 對 直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那又這邊呢 則是 慢慢的 先去升這個火戰船 想要把這個火戰船的優勢 打到最好 那這樣子的話 會捨棄自己高速上 城堡時代的一個劣勢喔 但其實說劣勢也不會到非常劣勢了 畢竟你現在火戰船的優勢 捕魚的一個效果 優勢會比對方 直船的優勢還會再更大一點點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策略 那目前看到前方補了一個碼頭 但馬上就被對方抓包 又這邊打得非常好 也有在前方巡邏 去看一下到底哪裡補了一個新的碼頭 好 這邊又撞到了運輸船 被釣捕離山之際 釣走了 哇這樣就很好 運輸船可以騙到 這運輸船上面明明沒有插旗子喔 其實可以不用去硬追的 趕快去燒這些正面的漁場 但由這邊的視角來看 他這邊只有一個碼頭 左邊這裡還沒有看到 所以還有這邊是可以爽爽捕魚 沒有問題 那又選這個文明呢 我覺得選得很好 因為畢竟敗戰停忍喔 在這個海戰來說 優勢是真的很大很大的 真的要打一大的話 可以選個什麼中國之類的 這個自爆船血量增加的一個效果 會很優勢 但以這個文明對決來說 我個人認為是亞美尼亞人 會更優勢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開頭提到這個 爆破船的範圍加33%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 敗戰停的火戰船優勢給供應住了 所以亞美尼亞人在海戰來說 我覺得是更優秀一點喔 在一般的陸戰來說 亞美尼亞人反而沒有這麼的有 優勢嗎 就是有威懾力 那這邊看到右這邊是 黑了這邊是補下雙TC 那斑蘭廷右這邊呢 則是穩穩的升到城堡石彈 在這邊也有可能 沒有打算要馬上開3TC喔 因為這個木材不太夠 而且奴炮戰艦升級也升不太上去 這個火戰船現在還 還沒有辦法穩穩上去喔 好的等一下才行 那HARA這邊也是第一時間 使用火戰船去反擊對方的 武陣城 那海居然保持住了後方的這個碼頭 這邊戰艦互打 但是右這邊的戰船數量越來越少 左邊還有三艘 但是火戰船是比較有優勢的 升級還有8秒左右 左右兩邊都在瘋狂按戰艦 左號戰艦一升級好 可以開始變成火戰船 開始互相傷害 那這邊的傷害來說的話 是以右這邊 可以比較有優勢一點 畢竟攻速比較快一點 這邊開始可以用火戰船反制回去囉 現在是右比較有優勢的一個時間點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要轉出奴炮戰艦 才會更有效一點 那奴炮戰艦的話 還是需要更多的資源 才可以量彈出來 而且他點下了二級色 那看到右這邊直接登島 然後按了騎士 開始反擊了 還出了投石車 那HARA這邊是選擇出了幾隻戰鬥祭司 稍微防守一下 那戰鬥祭司這個單位很可惜喔 他造價是30肉跟60黃金喔 而且會被肉馬的傷害給克制住喔 因為他畢竟有這個 生女的鎧匠 所以被肉馬打死後呢 會變得更痛一些喔 所以用戰鬥祭司去防守對方的生頭戰術 是一個 不太明智的決定喔 或是去防守對方的一個奇兵開局 都是一個不太好的 因為亞美尼亞人的戰鬥祭司呢 是不能遭響的 所以他這邊要趕快轉出一般的老頭 然後點出救贖思想 會比較更好反制回去 對方投石車的壓制 那如果要再以現階段來說的話 要第一時間壓制喔 可能也是要趕快去按出更多的戰鬥祭司喔 因為戰鬥祭司他的優點就是 肉類需求比較少 黃金需求比較多 那在這個城鎮中心被壓制的情況下 肉類需求一定是會比較難過的 那海面方面呢 這個漁場也一直被燒掉 所以現在亞美尼亞人 這邊肉類會更缺乏一些 好這裡補下一個修道院 那巴南亭的老頭科技呢 也不會太弱 所以本身打生頭戰術也不會太差 那又這邊先拿到一些優勢 村民術慢慢追了上來 現在40村打46村 村民術還是差距6村左右 雙TC開農 這邊自爆炸了一波 換掉了HERA這邊非常多的戰艦 但戰艦最後還是殘血活了下來 直接後面遭降火戰船 應該可以遭降得到 現在要趕快撤離 趕快拉走 不然會被遭走 直接上倒遇到了一隻天空熊 這裡有兩隻天空熊 OK 正面的馬頭 又被硬生生的修了回來 這一村搞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亞馬尼亞人 這邊趕快收進去城市中心 稍微躲下投石車的傷害 一直放出來招想 好煩啊 好把這個投石車逼退走 後面的肉馬想要去追 但是投石車預判成功 直接擊殺掉這隻肉馬 亞馬尼亞人現在是沒有辦法有效克制對方的投石車 所以這裡也是轉出一台投石車 想要進行反擊 在對於打生頭戰術的情況下來說 亞馬尼亞人這邊可以趕快去轉出 更多的戰艦來防守老婆騷擾 也是可以考慮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木頭很少 哇 這邊還直接被擺換了一台投石車 所以真的要用戰艦去防岸邊的話 其實壓力也是挺大的 後來這邊的戰艦部分 是努力的用自己的火戰場 去燒掉敗戰艇這邊的漁船 漁船部分也只剩下一燒了 那亞馬尼亞人這邊的漁船是全部直接歸零的 肉類的話是很極限的 雙TC暗村民喔 可能還會有點斷村喔 是一個處於比較糟糕的部分 經濟不是很好 趕快到後面了 趕快在這邊撒農田 會更好一些 好 投石車過來想要換 換了一下 又殘血 又這邊投石車躲得很好 現在這個已經換掉了三個單位了 一村 兩個軍事單位 好 那3TC繼續農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以拜登庭來說 最好是要繼續延續這個攻勢喔 或是這個騷擾 可能公司不用再繼續太加強 但是騷擾是一定肯定是要繼續的 那他這邊越騷擾的話 只要讓對方投資越多的單位在家裡 升帝王時代時間就越慢喔 那拜登庭的人 升帝王時代是很快速的喔 這邊再拖一些時間喔 待會就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好 OK 那待會上帝王時代 又這邊要思考事情喔 是要打什麼兵種喔 那班旦庭的人 能打的兵種 是有這個駱駝 還有垃圾兵喔 為主的一個文明喔 畢竟都有25顆星的這個 造價減免 好 但這邊又是決定直接回國 好 不去燒人家了 這樣有點 這邊 是不是 太 有點失落了呢 這感覺也是可以直接進去裡面 繞個一波的 雖然這裡面老頭數量很多 我確實也繞不到 那不太到什麼後面經濟的感覺 畢竟三隻老頭在家裡 好 直接把騎士搬回來 看起來是有想要上本島去巡邏的意思嗎 好 這邊稍微繞一下 這個攻勢才剛說要繼續延續下去 他就往北拉走 不過延續下去有點可惜 喔 頭車砸到了一發 稍微阻止一下 但這頭車沒有礦袍 直接被換掉了 31換1 那戰艦部分 是亞美尼亞人 霍拉這邊的戰艦數量有優勢 但是血量都很殘喔 好 最後稍微打一下 戰艦傷害非常的高 好 左邊戰艦過來補一下傷害 好 騎士直接運到了中間的礦島上 但是還沒有拉丑女去蓋城堡 好 中間蓋了一個城堡 鎖住了這邊騷擾的問題 好 那巴南提人這邊的肉量還是有點不太夠 補下了一些自爆船 想要反擊一下 黑拉的戰艦數量 這邊炸了一波 可以 兩邊互換 誰的血量會先歸零呢 黑拉這邊會先歸零 自爆船又出來了一艘 這邊想要炸 直接互換阿 哇 這個1換3 黑拉 黑拉這個 換得好 又這邊可能再忙 我不知道剛剛在忙什麼科技喔 或是經濟之類的 我的一個大學 那左邊的部分呢 黑拉這邊偷偷蓋了一根堡 再來武村上島 然後在 又的本島上面喔 開始進行 一些 秘密計畫 那亞美尼亞人 要打這個寶兵的話 到了帝龍時代也不會特別有優勢的感覺 這把會怎麼打 其實蠻耐人尋味的 那這一場比賽喔 也算是亞美尼亞人 在賽事中 到底海戰方面 會不會更優於敗戰田呢 或是完全就是可以針對敗戰田的一個文明 這個其實 蠻值得去思考的 是個問題 因為亞美尼亞人 他的鋪兵單位 跟工兵單位 在實戰中來說 並不是特別的耀眼 但海戰部分 這個實戰數據實在太少了 那我們這一把 就可以看到亞美尼亞人的自爆船 到底是不是有這種 強大的威懾力 這邊看到老頭 但是這邊轉出了非常多的復活攻堅手 轉頭一招 招搶後方的復活攻堅手 有機會招搶到 搞定 當然這也送掉 沒有問題 裡面想要塞一些自爆船 炸一下殘血拉掉 好 那剛剛 蕾拉是想要把他拉走 然後用自己的老頭去招搶戰艦 好 這邊還是順利的收掉了一艘戰艦 這就沒有到很虧了 這個老頭一直沒有在空 因為在空這邊復活攻堅手 往下走遇到城堡 直接往左側 好 本來被招到可能自滴掉了 剛剛那一艘火戰船 那目前本島部分 還是由右這邊拿下領先 而且帝王時代已經補下領先 快要2分鐘 這個資願節免 真的還是挺有感覺的 後面補下更多的農田 左邊補了一整排的碼頭 看來是要準備轉海戰 剩到帝王時代的右 這邊轉的是戰毛兵 先反擊一下左邊復活攻堅手的燒 但這邊赫拉好像是陽攻 並沒有打算要繼續從左邊城堡開始進攻 直接轉從海上進攻的一個思考想法 剩下了西里西亞戰艦隊了 這個名字有點難念 西里西亞戰隊 那他的德羅蒙戰艦 就是這個投石車戰艦 就可以獲得異攻的射程加持 讓他投石可以投得更遠一些 但投石車戰艦在實戰上來說 比較少看到 這個為什麼戰艦團不見了 這個是被炸掉的嗎 喔對 自爆團出來 而且銀罐點下了 直接A 這個範圍真的蠻快的 加33%的範圍 壓力還是挺大的 看到下方戰毛兵開始反擊了 復活攻堅手 但復活攻堅手這邊只有少量的數量 並沒有真的要動真格 一直按 卡米尼亞人這邊現在有5聖物 這個是哪時候去偷搬聖物的 連右本島上的生物也被搬走了 What the fuck 黑尼亞是哪時候撿到的 5個生物 啊這裡只有1個 這是傻眼 好 那壓力尼亞人 直接放棄了左邊這根堡 果然是陽攻策略 好 頂下了爆破船升級 還有航海技術 還有造船員 連化學也不像 好 那這邊快速火噴船也在升級當中 左邊這個是寫快速 重型火戰船 好 重型爆破船數量來到了 火燒 這也是亞美尼亞人喔 最強大的 自爆艦隊 哇 上倒一炸 直接炸掉了 四隻騎兵 三個騎士一隻肉嘛 但中間半人亭的這根城堡已經快要蓋好 村民可能要先撤走 OK 有帝王是在升級優勢的半人亭 上倒之後馬上也把這三個巨頭 往前架起來 他還是想要先把這個強化教堂給拿掉 但是這邊出來了 德羅蒙戰劍 射程13 非常遠喔 連城堡都可以手撕喔 OK 那巨型頭11在這邊的優勢 就不是那麼的巨大了 有人叫十三射程 那自己的巨頭是十六 長兵人三射程而已 這樣趕快解掉 趕快往後拆線 往後拉走 這應該掉了 這才應該離就 好 德羅蒙戰劍射程13 非常的遠 這裡城堡只有8加3 11射程 就算沒有這個義工的這個射程加成 還是可以正常的去拆除對方的城堡 好 亞密尼亞人這邊點一下了航屋技術 船屋技術呢 他是增加艦隊的15%的移動速度 然後運輸船可以增加10的 這個人口的運裝 裝載這樣 那主要增加移動速度的話 讓這包船可以炸得更快 哇 太強了吧 後面三隻老頭直接召向右邊的三台火戰船 但一艘都沒有召向到 這裡還沒有生印刷技術 所以射程沒有那麼遠 OK 這邊戰艦數量越來越多 但是火炮也出來 但火炮是會被投資車戰艦 給反制的喔 OK 雙重奴艦重型奴炮戰艦已經出來了 又這邊很難打 對方的海戰是優勢非常巨大的 8加4 而且是多了一發炮彈數量 好 過來看一下重型火戰船 直接蒸發 有把這個戰貓兵運到本島上 但是 海爾拉斯完全無動於衷 甚至沒什麼壓力 或是車被這隻騎士給解掉 自爆船過來看一下炸一波 神風自爆船還在追 但是 又不敢打 哇 這一坨炸雀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精彩回放 不得了 這一個 這波精彩回放 炸了一波 整片 消失 這就是亞美尼亞人的 海戰 範圍自爆船的殺傷領 直接解掉了非常巨量的 戰艦 這亞美尼亞人 完全就是 拜登廷海戰克星 畢竟拜登廷海戰又是 只有火戰船的攻速加成 如果火戰船沒有辦法 順利的活下來 一直被自爆船給炸掉的話 基本上 拜登廷人就不能打了 如果只打奴炮戰劍的話 又會被亞美尼亞的奴炮戰劍 被雙倍奴炮劍實量 給反制回去 而且後面還有大量的 德魯羅蒙戰劍 擁有這個投石側的傷害 這其實反制 這個海戰真的好強啊 但是又呢 在旁邊 補下了一根城堡 而且也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非常大量的數量 開始在右邊 堆疊起來了 數量已經來到了19隻 但是重點是中間這個島 這個島上面支援量實在是太豐富了 好 那如果是去這個礦島的話 又可能會有斷支援的可能喔 但是他這邊 主金喔 還有非常多喔 還有七塊黃金沒有挖 但是以戰劍數量來說 已經開始打不贏了 好 這包船都甚至跑到了城堡前方 普世丹丹 好 那又可能要在右邊 賭下他的 這把比賽的命運了 右邊這裡沒有進攻成功 可能就沒有辦法 海戰部分 好像是想要放棄了 欸 但又繼續補了火戰船喔 再繼續補火戰船 還是有點想要反制 那後面還有三台 四台 四台 在後面等著 好 右邊拖著車戰艦過來 來 自己攻擊 但是前方有一台火戰船 掉了島上的 衝突 好 準備過來炸了一波 要炸了還是不怕 哇 這四台火 自爆船還是不炸 這個 HERA控自爆船控的真是蠻好的 他應該是有用這個戰崗模式喔 不會讓他自己去 輕易追逐敵人的戰艦 這樣就不會損失大量的自爆船 好 那HERA的劍狀看到對方 已經把右邊的基地給建立起來了 自己也是轉出了一些單位 把巨型頭司機開始反制了 對方的建築物 但是還是在主要攻擊正面的城堡 那半山天人的建築物 血量還有不加成 所以這城堡可以撐得再更久一點 右邊的攻勢也是 對方巨型頭司機還要再拆得更久一些 半山天人在電話時代 比較常打的東西是強弩 跟拜登廷射騎兵 還有駱駝 垃圾兵的單位 那這些單位 打亞美尼亞人 最我用的東西 應該就是強弩了 因為畢竟亞美尼亞人 在復合攻擊手手很短 他的肉馬部分 還有騎士 都沒有三級馬坦 所以我個人認為 拜登廷這邊轉出強弩 是最正確的選擇 那待會再配一些槍兵 或是駱駝 反制騎兵單位 都還來得及 好 當然這邊現在正面的礦虛 已經不能正常開採 所以這邊要展出強弩的話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剩下的黃金部分也沒有了 基本上黃金也要被控干了 這塊黃金挖完就沒有了 本島這個礦島部分 還沒有人上去開採 現在黑拉也是全力極力在阻止對方 這邊肉馬上去直接擠掉後方巨型頭司機 下方的衝車也是想往前衝 但是直接被雅美尼亞的肉馬給解掉了 哇 雅美尼亞人這一波轉出肉馬來 讓冠廷這邊完全藏住 這邊要轉出駱駝也是相當困難 黃金沒有的情況下 又是沒有辦法打贏這場戰爭的 畢竟這裡的肉馬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雅美尼亞的肉馬實在太多了 還有19隻居然爆砍前方的戰寶兵 後方的城堡也是被德魯蒙戰劍 直接投死開拆城堡當中 後方巨型頭司機繼續地補了往前 想要拆除這棟城堡 後方也是轉出了一些戰劍想要防守 但重型火山船的數量並不是很多 防守效果依然有限 這時候班的體能都能把自己大肉馬升級上去 三級滿海 二級弓 陸陸續續補戰 只要滿全機體的情況下 還是稍微能打回去的 但是八蛋體能的馬呢 是沒有品種的 所以這個血量來說 會比青騎兵還要少5滴血 但是傷害來說 好像一樣 又有這邊打出了GG 真的沒得打 真的沒得打 哇 這一個赫拉中間打這個自爆船 跟重型弩號戰船 還有這個德魯龍戰劍 正是把這個亞美尼亞人的海戰優勢 打到了極致 那敵方呢 又這邊上島之後呢 他也沒有及時轉出其他單位 而是轉出了騎兵單位 這應該是讓 又最意想不到的一個單位了 畢竟這個亞美尼亞人 沒有三級馬卡 騎兵是偏弱的 他可能是預想到對方可能會轉這個步兵 當然即使亞美尼亞人 轉出步兵來說的話 拜登庭這裡沒有轉出強弩的話 依舊還是擋不下 步兵單位的侵擾 目前看起來又這把有點錯失良機了 那能打贏對方的時機 可能只有帝王時代初期 可能早點把這個強弩轉出來 然後再會變更早建立基地 海戰的部分提早放棄 說不定會更好一點 畢竟自己的火戰船優勢 但是遇到對方帝王時代的自爆船 是完全扛不住傷害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亞美尼亞人 這邊拿到的經濟大概8000左右的資源勝利 那軍事方面是拿到1.68的KD 這KD非常的兇狠 自爆船應該是賺了非常多的KD值 那不管總體而言 我覺得黑拉打起來的打法 還算是比較偏有一些想法在的 像左邊這根城堡 只按了5隻附和弓箭手 然後就開始轉打海戰 讓右這邊誤以為 對方可能想要從陸戰開始入侵 然後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結果那些戰毛兵 沒有及時做到更多的事情 然後也沒有辦法讓對方感到更大的壓力 反而讓自己的海戰出關的時間更慢了一點 因為畢竟打海戰來說 成型的時間點是蠻重要的 那黑拉這邊是有保持住自己海軍的成型時機 成型的時機相當剛剛好 讓半戰艇人沒有辦法 及時轉出大量的火戰場 跟自爆船進行反制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